週六週日,節目最適合看 我簡有擅長英資訊台 部分的黑色掃柳是由某演變而成 網絡還跟某很相似 如果懷疑身體上的某出現了變化 擔心幻想黑色掃柳的話 其實本身都有一套叫做ABCD的指引 讓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那就是看看 A就是Asymmetry,不對稱 簡單來說,我們就可以在某某 垂直畫一條線,看看兩邊是否對稱 B就是Border,邊緣 通常黑色掃柳的邊緣會比較不規則 而C就是Color,顏色 正常的墨會是一種顏色 不過黑色掃柳就有機會會有很多種顏色 至於最後D就是Diameter,直徑 墨的直徑越大,譬如是超過6毫米 總扭的機會就會越大 不過醫生說,普通市民其實都很難分辨得到 所以會建議如果你覺得有粒墨在短時間變大了 又或者出現流血的情況 就要盡快看醫生了 到我們都會嘗嘗 以上,我們會嘗嘗